- 大家好,我是露子 - 本丹です -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要看见,谢谢! - 因为明天我就要去生小孩了 那因为是计划无痛的关系 医院有指定要我们在早上7点半的时候 要到医院报到 那我们就有点怕会赶不上 所以今天前一天晚上 我们就在医院的商务旅馆直接住一天 这样隔天早上就可以很早的出门准时到 - 然后跟大家说我其实真的超紧张 因为是第一次生小孩嘛 我真的紧张到爆炸 - 嗯,真的吗? Ru- 最近在这里 - 也有很多痠状状态 - 也有很多痠状状态 - 对啊,那是可怕的 - 感情的浮沉很激烈 对,就是我就会突然觉得很害怕 那因为生小孩这个历程呢 对我们两个夫妻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也是第一次经历的事情 所以就想说一定要拍影片 - 今天来企图一下这一次的整个生产过程 - 就以后可以给我们的小孩看 - 也可以给我们自己来回味 - やっぱ夫妻是痛苦的 - 至于Ru- 就以后 - 努力给我们的小孩 - 努力给我们的小孩 - 努力给我们的小孩 - 然后我们的小孩也努力 - 然后我们的小孩也努力 - 我们的小孩也努力 - 我们的小孩也努力 - 这个做法 - 对我们小孩也努力 - 我们的小孩也努力 - 我们的小孩也努力 - 禰萝华和鸟 - 我们都有一位小孩也整理 但因為期待的方式是重新的 之前有拍過帶產包的影片 我們有帶很多東西 然後還有帶一些必要資料 我自己覺得蠻特別的是 因為我有叫我們帶一個BIRTH PLANT過去 它主要就是要你填寫一些 你知道懷孕的時候的想法 還有你生產都擔心了什麼事情 還有想要怎麼樣生產你的寶寶之外 這些很基本的問題之外呢 我覺得蠻特別的是 因為聽說明天我的產包 還會放音樂跟點金油 這張紙上面就有問 想要放什麼樣的音樂 跟想要什麼樣的光線 還有什麼樣的精油 他們希望媽媽在一個很舒服的狀態 生下小孩 所以我自己覺得蠻酷的 然後也有問母嬰同事 跟哺乳的問題 就是看媽媽想要怎麼樣 我覺得是蠻貼心的 跟大家說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緊張 因為真的是第一次生小孩 不知道是什麼感覺 雖然看過很多人的影片 然後也找了很多心得 做很多功課 之前是很害怕啦 但老實說到今天 就反而是沒有那麼害怕的感覺 就是覺得反正來了就是面對 然後非常的期待見到寶寶 那會透過這支影片 把我整個在日本的生產過程 記錄下來 所以因為在看影片的大家 也有可能我在日本生產 那也希望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我們就準備睡覺迎接明天 我們現在來到產院 然後我們在等待的時候 文藍的時候他覺得他的肚子髒髒的 我們文藍比我更像孕婦欸 那我人的好感情就算了吧 現在就是等教導我 然後等一下要去塞水球 塞水球好像是日本蠻特別的一個 催產方式 就幫助子宮頸打開 然後要去打如痛 這段時間的文藍都不能進來 所以文藍等下可能是去外面晃一晃 如果記錄一下剛才做了什麼 跟大家講 先做陰道超音波 然後超音波做完之後做內診 就會看子宮頸有沒有開 那醫生說我子宮頸還沒開嘛 所以就塞水球 塞水球很酷喔 先放氣球進去 然後再讓氣球膨脹 然後放完水球之後呢 再做陰道超音波 確認一下水球的狀況 那接下來呢 就是到這個房間 叫做LDR室 LDR室のズームツアーシマース 這個廣告 這個廣告 全部固域だからすごい プライベートが守られて 二人で話しやすいし なんか落ち着けるね 因為到了這個房間之後 就要打如痛的鞋 所以就是先請文藍出去 然後就開始換衣服 換成他們這裡的產服 這個蠻Local的 換成生產專用的內褲跟墊子 然後就要躺床等如痛等醫生來 那因為這整家醫院的 就只有院長一個人 院長先去打其他孕婦 然後再打我 所以我就在這裡等院長的過程 我就在跟我媽媽 還有跟文藍跟魚丸 就是傳訊息 我母親在努力 然後我父親在努力 然後我父親在努力 就哭了 嗯 就覺得很感動 呵呵 就想哭了 呵呵呵呵 就覺得媽媽生我的時候也很辛苦 媽媽是泡妇啦 啊我沒有泡妇 我覺得無痛超恐怖的 因為就是有看過這個影片 然後就一直想像 打背後打脊椎的樣子嘛 院長其實很溫柔 他就是一直跟我說 絕對不能動喔 因為動的話就要重打 就是真的會歪掉 超緊張的 其實他的痛感就跟抽血一樣 我現在就是已經打完無痛了 然後就在這裡要躺一整天 就是等生小孩 然後每個小時 他們會給我吃陣痛促進劑這樣 然後因為打無痛之後 他就是會從管子注射麻醉進去嘛 他打麻醉的時候 就是會有一點涼涼的感覺 然後我的左腳就開始有點麻 可是因為醫生說 就是麻醉開始有發揮效用 是差不多打進去了半小時 所以只要有感覺一點點痛的話 就馬上叫護士來幫我們追加麻醉 然後醫生就一直說要讓生產很順利的 就是你絕對不要客氣 就是麻醉打到飽 只要一點痛就要打 等一下呢 護士幫我們安內我們的房間 但是因為我們的房間 今天剛好有check out的人 所以到下午 那下午我就不能動了 所以就等於是聞單一個人去看房間 就是因為我是完全不能吃東西的 我只能喝水跟吃果凍 還有果汁 那等到晚上九點之後呢 真的就是只能喝水了 好像是因為有吃東西的話 無痛比較容易吐 很難吐嘛這樣子 所以就盡量都要吃東西 不要引起一些反應這樣子 這個角度酷了 對 因為我現在不能動 嘿嘿嘿 那左上的140 那是現在的心拍數 那下的36或38 是指定的數字 肩膀慢慢流動 肩膀慢慢流動 那是稍後腳痺癒 就覺得動作比較好 比較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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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護士進來說 因為我可能躺著的關係 壓到後面那個無痛的管子 所以它無痛的那個藥劑 沒有很順利的進來 所以讓我變成側躺 這樣子的話 無痛的藥劑會進來比較順 但最初腰部的腰部的腰部 肌肉很困難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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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說都是凌晨的時候開始會生小孩 然後可能會生到早上吧 然後就不確定什麼時間啦 現在時間是12點 剛才醫生進來幫我再做一次內診 還有人工破水 人工破水的時候就啪 很溫對我的水突然全部流出來 對 然後就感覺到肚子有很明顯的拍動的感覺 因為我真的快要看到寶寶的感覺 然後 醫生有拿一個冰袋 就會放在我的手上 跟放在我的肚子上 說是是冰冰的 我說對 然後他就放在我的腳上 腳就已經沒感覺了 我的腳其實是還可以動 可是就是沒有知覺了 剛才護士跟我們講說 這個黑色的點點就是寶寶在拍動的意思 因為其實就是護士跟醫生一直來幫我的胎心理換位置 我想說他真的是寶寶很不舒服 然後他說沒有 所以寶寶瘋狂的一直在動 所以一開心儀很容易扯不到這樣子 就是寶寶很健康很元氣這樣子 現在是3點45 因為我剛才吃正通促進器 他們說開尺開得太慢了 所以改成打點滴這樣 然後因為我一直維持這個姿勢有點累 我剛才就問我們可以轉成正面這樣子 結果 我們轉成正面的超想吐 然後感覺就很不舒服有發燒的感覺 所以又幫我轉成側面 然後也有點冷 所以他們幫我加了一條面貝 現在是5點 剛才他們來內診的時候說 寶寶已經有點下來了 Ru-chan很心配 很多助産師說 那我已經吃了10時間 超脆的 現在了30分 現在是6個半 Ru-chan身體勢如果沒有做好 所以說 是從横向的 直向的 因為我的左腳和右腳無痛的感覺有點不太一樣 左腳已經不能動 我的右腳還是活動至如 那醫生就說 如果我再過一段時間還是這樣子的話 那可能背後的無痛不要重大 現在9點15分 好像我打這個正痛促進劑 就是會有點失禁 醫生在內診之前就把我換了下面的尿布 應該不是尿布 但是我就講尿布啦 然後因為我兩隻腳的麻痺程度不一樣 所以醫生就說 他覺得再這樣下去的話 之後正痛應該會痛 所以無痛就幫我重打 然後醫生在重打無痛的時候 我覺得很恐怖 然後又失禁了 然後因為我打完無痛 全身就在發抖 然後又失禁 然後整個清理完之後 要再回到這個狀態的時候 又失禁吃 就覺得對醫生跟護士有點不好意思 對 Ru-chan大分鎮痛的痛感 所以增加了增加 這個下的數字 上升了 上升了 所以 沒想到再多麼的東西 現在是凌晨兩點半 剛才醫生來幫我內診 然後就說我的脂肪肌完全沒開 可是我打的增痛促進機 其實是一般人的私背 然後都還是沒開 他又給我放了一個水球 然後說看狀況 如果載不開的話 他可能更加口腹 對 現在五時半 我好像有麻酥,但我可能会有麻酥,但我可能会有很難的 我本身在冰箱上,我可能会有很多冰箱 我不是冰箱上,我真的不舒服,我真的頑固定了 我可以吃到一口,我可以喝一口 嗯 我看著我 再一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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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我可以拿回來 你已經有多重點了 你可以拿出來 做得好 準備好 做得好 我可以吃 吃起碎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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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很快 用凡哈 哇 你需要一次多往底吃 你可以自己花點 好吃 好,你吃得到 就在了 好,煮得到 好,煮得到 好,你就看得到 你看得到 好,看到了 不要緊 就不如放入了 有免得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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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could talk on the moonlight till dawn we could stay to watch the sunrise 我看了一些花絲放在一旁 我可以搬拌,但是有些人也會搬拌 我會搬拌 很辛苦 很辛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